张晓敏全国巡演的目的就是用乐剧作为纽带 以一个乐剧艺术工作者的角度去拥抱、链接、对话 融合所有可以触及到的美好 我们从大湾区出发,在深圳畅想每一个春天 到郑州以文化粤域的主题拥抱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我们走进西安、银川、篡阅历史 对话盛世长歌里的无尽情愫 走出去才真正感受到了乐剧的魅力和传统文化的穿透力 才进一步体会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彼此融合过程当中带来的审美冲击和意外的惊喜 带着走过的几个城市观众们的期许 我们将走进下一站武汉 从深圳然后再到郑州再到西安 现在来到了武汉 这就像一个文化之旅 也是像是乐剧的一个旅行 跟不同的乐团合作有相当丰富的经历 很愉快的经历 也像是一个乐剧文化 随着一条历史脉络一直往北走 一直贯穿走中国 中国国内的地方音乐不应该局限在地方 应该在中国各地到处游走 到处去交流 不同的地方的人来接触广东乐剧 接触了我们的艺术处理手法能够产生新的音乐的表达方式 也是中国不同的地方音乐相互交流的一个最大的意义所在 我觉得是 这种交流还是蛮重要的 对推广的乐剧来讲 对中国的戏曲音乐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听得懂他在唱腔每一个字 但是他对他的音乐大家有很好的了解 包括你听意大利语歌剧 并不是都听得懂意大利语的 还是通过这种交往乐的形式在一起融合 但是我们也有中国的民乐也在一起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方式是整个对音乐的一个促进吧 将来也是可能发展的方向 也会也是一个特色吧 我觉得还是 这一次呢很荣幸能跟这个广东乐剧院合作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锻炼 因为乐剧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接触 然后呢这个乐队从我们演的方面来说呢 这个乐队的作曲呀配器呀也都很到位 结构都很好 然后呢颠覆了我们对那个传统乐剧的那种感觉 我们所有的演奏员都觉得很新颖很舒服 配器非常好 演唱也非常美 我是曾小敏 全国巡演的目的就是用乐剧作为留待 以一个乐剧艺术工作者的角度 去拥抱 面接 对话 融合所有可以触及到的美好 走出去才真正感受到了乐剧的魅力 和传统文化的穿透力 才进一步体会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彼此融合过程当中带来的审美冲击和意外的惊喜 牵挂一座城 链接一座城 致敬一座城 1952年相遇 1987年相知 2017年相约 2021年再相会 越走越近的距离 越唱越美的旋律 越来越好的生活 武汉 生命花开 绽放 美好未来 白蛇专情 认识的曾越 也知道乐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 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这种乐剧和交响乐的结合的这个形式呢 还比较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容易接受 将传统戏剧像现代的审美 以及情感内核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编 乐剧 戏曲能往这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惊艳我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是00后嘛 我年轻人对这个方面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看了这些之后会让我很感叹 广东乐剧院在这个创新方面 真的是找到前列了 观众才是这个戏剧的生命 如果不能吸收那个新一代的观众的话 最后这个戏曲绝对是走向那个消亡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结合是很好的 而且吸引年轻观众 绝对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它带动了很多年轻人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它的包容性 跟我们内地的一些剧种 还是有区别的 作为戏曲的发展 它肯定需要年轻人的 编的也很好 演的也很好 看到家乡的这个霸气 谢谢大家 我从厦门过来的 把戏曲更让年轻人接受的元素 很值得推广下去 我今天是梦迷而来 我之前没有听过乐剧 但是它的唱腔非常吸引人 让我们了解了乐剧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剧种 我们中国术女曾经有这样的一段的经历 然后它重现出来了 让我们记住它 了解它 知道它 它是跟我们相连的 非常打动人 我一直是泪流不止 我今天白天经过这里的时候 我看到有很多人 就在那个居然门口看着那个海报 在那边驻足凝望 我觉得是一件很感动的画面 特别的温馨 咱们中国的戏曲其实越来越好 真的是一种传承 很满足 一场世界盛宴 非常感谢他们 演员表现得很高位 唱得太美了 是一种鼓舞 一种激励 就是把中国富丽几千年来 那种传统的美德 那种吃苦爱劳 冷漏负重 都表现出来了 我想年轻人 如果像这样的剧的话 肯定年轻人是可以接受的 肯定没问题 它既有中国戏曲的神韵 但是它又结合了 现代的一些手法 所以它就呈现了 非常好的舞台效果 它有深刻的内涵 它有好听 好看 我觉得这个红头巾 就达到这个效果 我真的觉得乐剧的发展 是特别好的 可以说是在目前的 就是国家各个地方 是曲总当中 进步是最大的 特别的适合年轻人看 并不是说只适合老人家庭 我们的剧总在进步 我们的剧院也在进步 那我们自己的思想观点 也应该进步 希望大家都走进剧院 多多关注我们的乐剧 多多关注一下 我们中国戏曲的发展 下一站上海见 耶 五年强热家与年轻人看 四年年轻人看 四年轻人看 四年轻人看 一二年轻人看 八年轻人看 四年轻人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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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